大片大片的雪花伴随着里面的寒风从昏暗的天空中纷纷落下 刹事间 山川 田野 村庄全都笼罩在白蒙蒙的大雪之中 一个身穿单薄衣物的女人泡在冰冷刺骨的溪水中 迟迟不肯离去 当她被人救起时已经拎了过去 原来她怀孕了 她想以这种方式让自己流产 因为家境贫寒 他们家已无力再多养一个孩子 阿信看着晕倒的妈妈沉默不语 她便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养活这个家 在那个为了吃一口饱饭就要卖掉孩子年代 年仅七岁的阿信决定去富人家当家仆 当妈的有哪个不幸当孩子的 虽然不舍但又不得不让她去 至少在富人家总有一口饱饭吃 父亲早给阿信联系到了一家木材店 这天地主家派人提前付足了阿信一年的工钱 一年的工钱就是一袋大米 阿信看着大米想着母亲暂时性的不用去受苦 脸上的愁容才渐渐的舒展开 临别前母亲把自己的嫁衣改小为阿信做了一身新衣服 这也是母亲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 母亲又给阿信挂上一个护审服 哽咽着对阿信说 阿信的奶奶虽然身患疾病 但她非常疼爱阿信 她送给阿信一年银币 一杯不食之需 这也是奶奶的全部家当 阿信将银币放入护审服中 宝贝的揣进怀里 就这样阿信坐上了雷家的木筏 母亲跟随着渐行渐远的木筏 呼喊着阿信的名字 母亲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 母亲的生活仍然推着木筏继续前行 天还未亮 她就被女管家叫起来干活 木材店并没有因为阿信只有七岁 就特殊优待她 她反而比其他家母干的活还要多 瘦瘦的身躯提着大大的水桶 她不知来回跑了多少次才灌满水缸 还没缓过一口气 她就要继续打水拖地 端菜送饭 干完所有活 她早已饿得厉害 她双手搭在木筒上 看着饭桶里的萝卜饭 开心极了 但等待她的却是 女管家扔给她一个扫把 命令她继续干活 当她干完所有活准备吃饭时 但饭已见底 看着所剩无几的萝卜饭 但也至少比饿着肚子强 她一边盛着萝卜饭 还一边重复着女管家告诉她的话 本该到了上学的年纪 但年仅七岁的阿信 却成了木材店最小的家婆 她一边带着女主人家的孩子 一边跟在同龄的孩子身边跑 她渴望读书 带完孩子 女管家又人给她一大堆脏衣服 结果却被管家一顿打骂了 只因为她在井边洗了脏衣服 无奈的阿信只能带着衣服来到小溪边洗 但刺骨的薪水 根本不是一个七岁小孩所能承受的 阿信就这样 无休止地在木材店做了大半年 也正是因为管家的磨练 阿信对于自己要做的各个工作都得心应手 等到雪荣时 也该是她回家的时候了 她每天都在期盼着 那天的到来 但好景不长 管家钱包里少了五十块钱 她怀疑是阿信偷的 不等阿信解释 管家就扒光了阿信身上的衣服检查 最后她在阿信的护身符里 搜到了奶奶留给她的五十元银帝 他想抢过奶奶留给自己的银帝 但又遭到了管家的一耳光 她什么都可以忍 但这一次她不想再忍 这是她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委屈 她决定离开地主家 独身走进了森林 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在这冰天雪地里 阿信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倒在了荒芜人烟的雪地中 当她再次醒来 已到了一个温暖的屋子里 救她的是一个舒适和静坐哥哥 静坐是一个军人 她因为不想看见战争使人妻离子散 所以才做了逃兵 经过静坐的悉心照顾 阿信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就这样 阿信和这个大哥 渐渐地熟络了起来 静坐还将阿信读书写字 她成了阿信的启蒙老师 他们一起上山砍柴 坐下来休息时 静坐还会将阿信吹口风琴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寒冬已过春暖花开 静坐为阿信收拾好行李 尽管不舍 但她还是决心让她离开 因为她知道阿信不能跟她生活一辈子 她有自己的家人和生活 更何况自己是逃兵 如果被抓 后果不堪设想 静坐要掏出自己最爱的口风琴 送给阿信 当作离别礼物 但就在静坐送阿信下山时 他们遇见了正在巡逻的军人 他们拿枪指着静坐 质问她是不是逃兵 阿信独身跑了出去 她想引开这帮人 但还没跑远 就被当场击毙 他们放了阿信 阿信拖着疲惫的身体 终于找到了那个阔别已久的家 她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 她与母亲相拥而泣 但等待她的却是父亲的一顿毒打 父亲见着许久没回家的阿信 就是一顿毒打 她气愤阿信 没有履行当别人一年家谱的诺言 私自逃跑的代价就是 地主又收回了那一代 作为一年工钱的粮食 虽然已回到家 但家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有多好过 他们家里依旧接不开国 母亲怕养不活孩子 将刚出生不久的妹妹 送到了妇人家 阿信独自一人待坐了好久 为了家人能吃饱饭 她再次坐上了木筏 又踏上了当仆人的路程 她来到了遥远的县城 被一处叫家贺屋的地方吸引 可这里并不招工 悲剧之后 她依旧不想放弃 在门口坐了一天一夜 并一直恳求主人留下自己 也正是她的诚心和耐心 成功打动了家贺屋的太夫人 就这样 阿信成功赢了下来 得到了太夫人的肯定 这让阿信更加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天还没亮 她就已经煮好了米饭 她起得最早 干得也最多 她的勤快劲 让其他家不都另眼相看 而且她在这里 还可以吃上 满满的一大碗白米饭 这天她帮主人家带孩子时 被桌上的一本书吸引 她打开书忘我的读了起来 但因为做事 她忘记了把书放回去 也因为这件事 她被小姐误会成了小偷 当这一家人准备将她赶走时 太夫人还是决定再给阿信一次机会 如果她真的识字 那就算她借书了 太夫人让她读书上的内容 她竟一字不差 将书上的内容全部读了出来 这样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她在七岁 没有上过学 却能读出整篇文章 太夫人知道阿信品行端正 她从看阿信第一眼就相信这个孩子 太夫人还让孙女将书借给阿信读完 但也因为这件事 小姐对阿信有了更大的怨气 她讨厌阿信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讨厌她跟所有人好 这天她听见了阿信的琴声 她不顾一切裹走了阿信的口风琴 并表示 这个口风琴她买下了 但这个口风琴是郡座哥哥留给她的唯一东西 她上前去夺 可是这小姐一气之下 将口风琴扔了出去 还用脚连踩了好几下 阿信心急便将小姐推了出去 可谁知小姐倒在了一旁一动不动 因为这件事 她被小姐的父亲毒打一顿 太夫人再也不能保住她 但还好小姐并无大碍 阿信在领走时 托其他人送给小姐一个自己做的手工猫头鹰 她希望小姐开心 如果小姐接受了 她才能安心离开 当小姐听见阿信要离开的消息时 连忙冲进房间 求奶奶能把阿信留下 随后她又哭着将事情的紧过说了出来 太夫人笑中带泪 她终于看见孙女懂事了 从小她都是个自以为是的千金大小姐 现在她终于为别人着想了 至此之后 阿信与小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小姐去哪里都要带上阿信 但也就在这一天 她受到了奶奶即将离世的噩耗 她穿着小姐送了新衣服 赶回家去见奶奶最后一面 但当阿信赶到家时 奶奶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她始终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 阿信终于还是听到了 当她醒来 母亲将奶奶送她的那面银帝交给了她 阿信又将银帝放入了自己的护身符中 宝贝地放入怀里 这也是奶奶唯一留给自己的东西了 休息几日后 阿信又带着自己的信念 再次启程 人生皆苦 但终需自动 生活煮饭 端茶倒水 洗衣脱地 还包括带主人家的小孩 这是一个七岁小孩当家仆所要做的全部事情 奶奶去世后 阿信又重新回到了家和屋 她要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行 她心疼奶奶 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吃过一口纯白米饭 她在心中暗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和这个家庭的命运 在从阿信的奶奶去世后 家和屋的老夫人也更加疼爱阿信 但阿信做完所有活 老夫人就把阿信叫到自己房间 叫她读书练字 家带小姐看奶奶叫阿信 原本不喜读书练字的她 也嚷嚷着要跟阿信一起学习 但这也遭到了主人与夫人的不满 阿信再怎么好 也终究是一个下人 她怎么能跟主人一起学习呢 万一再给家带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 该怎么办 但老夫人依旧有自己的一套 从家带跟阿信在一起后 她就有了天大的变化 认真学习练字才是真 老夫人不顾所有人反对 依旧叫阿信所有知识 包括算术 阿信也不负重托 学得极快 而家带也不甘示弱 夫人见妞不过老夫人 就私下警告阿信 但也因为女儿的一丝意外 全家人都对阿信 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这天因为家带灌完 她不顾危险 跑到正在做施工的位置 边看边缠着工人问问题 但也就在这时 一根大木桩眼看着 就要倒在家带身上 阿信发现了不对 迅速将家带拨倒在地 也正是阿信的这一举动 成功救了小姐一命 夫人直接被眼前的这一幕 吓晕了过去 还好两个孩子并无大碍 此事之后 夫人把阿信当成了 自己的亲女儿 还让阿信以后 一定要好好帮助家带 阿信还跟夫人一家 见证了有灯泡的时代 他们还为阿信 输心年头 与家带穿一样的衣服过新年 就这样 阿信也更加珍惜 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是他们一家 给了她从来都不敢想象的 奢望生活 转眼间 阿信已经在家贺屋 待了整整九年 她十六岁了 她也成了家贺屋的得力助手 各种账目都不在话下 就连家贺屋的一切 都打理得津津又条 老夫人看着阿信 已到了成婚的年纪 便给阿信介绍了一门婚事 对方是一个爆发户 也是做米航生意 他们看着阿信能干的样子 也喜欢得不得了 就这样 阿信在老夫人的安排下 迷迷糊糊地 与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定下了口头婚约 家贺得知阿信 要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着实为她感到可惜 她认为 不管对方家庭背景有多好 也该和自己所爱的人结婚 尽管阿信明白家贺的心意 但身为店侬的 她根本没资格选择 这天 阿信因为夫人的指示 让她去海边找家贺 但她刚走不远 就被一个男人搂进怀里 让你受惊了 能这样和我走一魂吗 我绝不是坏人 她让阿信假扮自己的女友 躲避跟踪她的人 突然冒出个男人 着实把阿信吓了一跳 也就在这里 三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正是这个男人 阿信和家贺 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面对欣赏自己画作的男人 家贺很是惊喜 她也就此爱上她 隔着男人叫浩泰 家贺便坚持要送她回旅馆 晚回家的家贺 也就此遭到了家人的一对骂 毕竟她是家贺乌的继承人 但在家贺心里 她渴望自由 也渴望美好的爱情 每天她都会偷偷跑到 浩泰住的旅馆 给她送一些好吃的 与她讨论一些 新时代女性的话题 并暗示着跟她告白 但浩泰却脱一脱地表示 她并不适合她 这天 阿信突然接到了浩泰的电话 她让阿信到旅馆一趟 并让她对所有人保密 阿信独自赴约 浩泰请求阿信能帮自己一个忙 因为长时间在外 她身上已经没有多少现金 所以她让家人帮自己 寄了一笔钱 但因为自己有着特殊的工作 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 而且在这里 她又没有任何认识的人 所以她只能找阿信帮忙了 见阿信拒绝 浩泰连忙解释 自己并非坏人 她只是个电农 目前正在向政府抗议 压榨电农的行为 他们每年辛辛苦苦种的稻子 需要上交一半给地主作为租金 而剩下的大米 他们却最多只能吃到夏天 没有饭吃的半年 又只能向地主借 借来的米还得加倍还 种稻子的吃不上大米 还要加上萝卜种树 就连萝卜饭一家人都吃不饱 地主手不沾土 榨取电农血 汗过着奢侈的生活 她不能容忍 她要尽自己所能 让大家改变这个现状 她说的这些话 让阿信倍感欣慰 她又何尝没过过那种 吃不饱饭的日子呢 所以阿信决定帮浩泰这个忙 几天后 阿信将收到的钱 第一时间交给了浩泰 浩泰感谢阿信的同时 并跟她表白 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的阿信 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还没等阿信缓过神 她今晚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她还表示 以后他们还会再次相见 离开的这段时间 她会跟阿信写信 她希望阿信等着她回来 即使阿信心动 但她仍然隐藏了 那份对浩泰的感情 因为她知道 家带小姐也爱着她 但当阿信收到浩泰的来信时 还是隐藏不住 内心的喜悦之情 阿信瞒着所有人 与浩泰在沙滩上会面 他们如好久不见的挚友 又如好久未见的爱人 相互聊着自己的生活跟理想 浩泰牵着阿信的手 让阿信一定要等她 等她成功了 她一定会把她带走 去阿信想去的地方 面对浩泰的再次告白 阿信扭过头 不想让浩泰看见自己流泪的样子 她觉得自己配不上浩泰的爱 像我这样的女人 会带来不幸的 一定来接你 我早晚 要把你从这里带走 当阿信回到家和屋时 母亲竟然也在这里 原来是因为自己的婚事 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阿信倍感痛苦 但是老夫人给过自己太多恩惠 她又无力拒绝 就连母亲都同意 这么来之不易的婚事 这让阿信更是不知如何开口回绝 夜晚 阿信就告诉了母亲 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的事实 但事已成定局 母亲也没有办法 她已经答应了她动家 第二天 老夫人就为阿信准备了订婚宴 到了秋天 她就能与樱木家的儿子完成婚礼 家带听见这个消息 为阿信打抱不平 她气愤奶奶 随随便便安排别人的生活 但奶奶接下来说的一些话 让家带更加怒不可恶 奶奶因为家带安排了一门亲事 而且她与阿信会同时举办婚礼 她气愤地跑了出去 她才不要被别人安排的婚姻 当她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散心时 被桌子上那一封无名信吸引 她好奇地打开信件 里面的内容让家带更是郁闷至极 她翻箱倒柜收拾自己的行李后 气愤地将阿信叫到自己房间 把她大骂了一顿 没等阿信解释 她便要跟阿信断绝所有来往 她气愤阿信背着自己 做的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但她并没有将自己 看到性的事实告诉阿信 她独自一人带着行李 来到了浩泰与阿信的约定地点 浩泰见不是阿信转身要走 家带见浩泰要走 便直接告诉浩泰 阿信不会来的事实 她还将阿信已经订婚的事情 告诉了她 她还请求浩泰能带自己去东京 当浩泰听见这一消息后 以心如死灰 夜晚 夫人告诉阿信 桌上有一封她的信誓 正让阿信高兴不已 正当她兴奋地准备看信誓 桌子上却什么都没有 她这才意识到 家带肯定已经看到了那封信 为什么家带会如此气愤 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她都无从得知 阿信跑到浩泰曾经住的旅馆 但旅店老板说 她并没有来过 她又来到他们曾经相约的地方 却依旧没有浩泰的身影 回到家 夫人递给阿信一封家带留下的信 家带只想追求自己的生活 她不想给阿信结婚 也不想当继承人 所以她离开了 夫人请求阿信能帮自己找回女儿 并托阿信去车站看看 当她来到车站 询问小姐的消息时 这才知道她跟一个男人 买了去东京的车票 原来他们是一起离开的 家带离开后 家贺屋的气氛 令阿信感到窒息 思念浩泰的她更是如坐针毡 她想离开这里 但为了等待浩泰的来信 她只能苦苦地忍耐着 但是十天过去了 无论是家带还是浩泰 依旧没有任何回音 因为她与樱木家订婚 樱木家为了正式对外介绍阿信 特别邀请她参加仓仆欣赏会 不料儿子竟趁机想对阿信屋里 只让阿信吓得她推进了水里 受到惊吓的阿信跑回家贺屋 并决心退到这么回事 满怀愧疚的阿信 为了不为难家贺屋的人 毅然决然选择辞职离开 老夫人虽然气愤阿信的做法 但她既然已下定决心离开 那也只能放她走了 夫人掏出了一打钱 送给阿信作为离别礼物 她从八岁开始就在家贺屋 他们早已把阿信当成了一家人 老夫人知道阿信所做的一切 这也是阿信应得的 拗不过老夫人的阿信 还是接过了庄前的信封 随后老夫人又迅速转过身去 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至此之后 阿信又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她也并不知道 这可能是我见过 最招人恨的父亲了 女儿在外打工整整九年 全部工钱也都资助了家里 好不容易回一次家 父亲不但没有好脸色 反正要把她送到酒屋里 服侍男人 只因为这样可以帮他们家 赚更多的钱 回到家后的阿信 生活也并不好过 她想尽自己所能 帮家里做一些事情 而且家里的姐姐阿春 也因为工作原因 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父亲和哥哥为了生计问题 决定把阿春独自丢到柴房 让她自生自灭 不忍心的阿信 势必要替姐姐找到医生 帮她看病 阿信气负父亲与哥哥的做法 他掏出老夫人给她的钱 决心要为阿春姐姐治病 他抱着姐姐安慰着 他们一定会熬过去的 但在医生看过之后 却直接给阿春下了死亡通知 这种病熬到现在 他已经无能为力 但阿信却不想放弃 不顾父亲哥哥的反对 依旧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姐姐 这天 父亲突然带回来一个男人 说是帮阿信找到了工作 而且还能赚大钱 事实上 就是让阿信去酒屋陪客 父亲听说可以赚很多钱 并跟阿信应了下来 姐姐听见了几个人的谈话 他奋力起身想要阻止 见阿信进屋 他急忙告急阿信 千万不要相信那个男人的话 他认识这个男人 他时常徘徊在他们的工厂外 去拉一些不想吃苦的女工人 去做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但父亲已经帮他硬了下来 他不得不去 姐姐从怀里掏出一个布袋 交给阿信 让他快逃 姐姐知道 如果阿信不去 也会跟他绑去 布袋里有去东京的车费 还有姐姐熟人留下的一个地址 那是一处 可以学习盘头发的地方 因为自己的病情原因 他已经放弃了 他想让阿信延续自己的梦想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又告诉阿信 女人永远不要任人摆布 只有靠自己的双手 才能开创未来 做国人 永远都是为别人打工 如果学会了书头 他就可以独立地生活下去 他让阿信代替自己活下去 便倒在了床上 姐姐最终还是走了 他才18岁 他短暂的一生 都是为了这个家 让临死前 却都没有得到家里的一丝好处 姐姐死后 阿信对这个家 已经没有了任何留恋 他决心带着姐姐的遗愿 去往东京完成他的梦想 夜里 他就跟母亲说明了一切 母亲掏出自己在外做工的钱 交给阿信 他也希望阿信能在外面好好生活 这个家已经拖累了他太久 母亲决定私自送阿信离开 即便他知道自己会被老公打骂一顿 离开前 阿信就跟母亲发誓 只要自己在东京有所成就 就一定会回来接他 母亲望着阿信离开的病影 欺人泪下 他心疼自己的女儿 没有跟自己过过一天好日子 就这样阿信提着行李 独自一人前往东京 开始了盘头发的求学之路 阿信按照信上的地址 找到了姐姐所说的美发店 信息不疑 但没有高兴多久 现实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刚进屋 美发店里忙碌的身影 让阿信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店里的人似乎都不欢迎这个陌生人 但阿信说出自己是来当学徒时 却被赶了出去 待阿信出门 里面竟还传出了 嘲笑阿信是乡下人的笑声 赶了两天路的阿信 不利的摊坐在地上 等待着美发店师傅的夺来 而不容易等到师傅 阿信却被告知 这里并不需要学徒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悲赶 阿信垂头丧气的 走在小巷中 变得有些迷茫 突然店里传来 没有热水的吵闹声 此时他灵光一闪 偷偷溜进了厨房 他蹲在灶台边 就开始生火烧水 啊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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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带着他 啊 灶里的火都灭了 我现在把它点着了 谁马上就开 啊 他也不顾所有人反对 扎起衣袖 拿起水桶 就帮他们添水 师傅过来 这才驱散了所有人 阿信看着师傅 连忙跪在地上 求他留下自己 但师傅却指挥阿信一句话 你看火又灭了 干活不能等别人都指出来 自己要不主动地去找活干 是干不好的 师傅说的这句话 似乎点醒了阿信 难道这是留下自己了 他没有多想 哪个地方有活干 他就会到哪里 没有活 那就跟自己找活干 不等别人安排 他就已经将事情全部做好 他将客人冷的茶水换热 他还擦干净了 所有客人要穿的鞋子 看客人离开 他也会帮忙拿鞋 看着桌上的脏毛巾 他会偷偷拿出去洗掉 再全部晾好 就这样 他马不停蹄地干到了晚上 直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 这就是他来到东京 所过的第一天 在这人海茫茫的东京 群目无心的他 也只能投荐阿贵师傅 面对四周冰冷的目光 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晚饭时 他也只是一个人 默默地对着角落吃饭 没有人意理会他 你叫什么名字 喂 我叫阿信 今天晚上该洗澡了 你们带阿信去吧 没有得到准确答复的阿信 询问师傅是否留下自己了 随后阿贵师傅的答复 给了阿信一个定性文 所有人对他的另眼相待 让阿信变得有些尴尬 被所有人冷漠得到的感觉 估计谁都忍受不了吧 但阿信却总是以乐观的心态 面对一切 接下来的日子 阿信在美发店 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 这也成功让美发店的小绿 担心其他的工作会面临危机 如果阿信把他事情全部做了 那么他就将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小绿也是一个乡下姑娘 他好不容易才被留下 所以讨厌阿信抢活干的样子 而且店里事情少 不可能要这么多人受 阿信听见小绿说的这些后 心里虽然有些难受 但他还是找到了阿贵师傅 想要辞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他不想抢别人的饭碗 而阿贵师傅就告诉阿信 我告诉你 只要你们想学手艺 几个人我都关着 就算你手脚再慢 手艺也不算高 他也不会把你演出去的 阿力才13岁 你要是不敢抢别人的活干 那你就干不好 你要是把阿力的活抢过来干了 那你就抢不干吧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干得怎么样 当师傅回到店里时 店里已经跟阿信打扫得一尘不染 不等自己吩咐 他竟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得这么完美 师傅的脸上也不曾露出了笑容 得到师傅的准确答复后 让阿信倍感欣慰 他更加卖力地干活 希望在这里可以如愿学到师傅的手艺 并独立地生活下去 但美发店的日子也过得很快 抛头露面的活 他紧让阿力去做 自己则把那些看不见的事情 全部包了下来 他觉得自己是后来的 这么做理所应当 不知不觉中 他的善良也感动了每个人 阿信因为自己做的这些事 小绿心里都知道 渐渐地两人关系越来越好 阿信就像小绿的姐姐 尽所能地包容着他的一切 在店里干了一个月后 阿信才安心给母亲写信保平安 虽然不知道几年后才能出师 但他向母亲保证 只要一赚钱 一定会寄回家里 久而久之 已到了春节 美发店会因客人众多而人手不足 于是 阿贵师傅叫阿信来帮忙梳头 这让他感到相当惊讶 因为每天早起 他都会帮师傅梳头 师傅早已知晓阿信的手艺 他相信阿信能做好 除夕夜这天 他们在店里整整忙碌了一天一夜 突然被提升为梳头师傅的阿信 仍然闲不下来 他还要在厨房 忙着给大家伙做饭 除夕夜 师傅给所有人发了一个红包 也包括阿信 这样身为学徒阿信受宠若惊 他不敢相信 自己也可以拿到钱 大家也都说这是他应得的 他永远最忙 却没有一丝怨言 钱虽然少 但这也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还没高兴多久 美发店的阿夏和阿慧 却因为阿信要辞职 他们向阿怪师傅拜师 三四年才学到手艺 等于短时间内 就能替客人梳头的阿信 令他们感到不满 师傅对于心胸狭隘的两人 并没有挽留之意 如果他们想走 他也无需挽留 听到这个消息 阿信连忙冲进房间 为两人求情 如果是因为自己 他愿意继续做杂工 阿怪师傅对于阿信的 这种做法感到不快 他只对阿信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想赢过别人 超越自己 你这样是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 我也因为阿信有这种意志 但是我错了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没办法了 从这之后 阿怪师傅再也没让阿信输过头 阿信失去了一次上升的机会 但他并不后悔 他知道学徒生活是严格的 他心甘情愿地跟阿绿一起做杂工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有时候也会让他感觉到焦躁不安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年 外界似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每发电影会跟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这天 店里来了个身穿时髦衣服的客人 他要求做一个波浪犬 但店里的人一听却直接回绝了他 他们表示只做日本法事 不做西洋事 客人也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 经过这样的事情 让阿信感到不安 难道日本法事真的不流行了吗 这天 店里来了一封阿信的戏 是母亲寄来的 报平安的同时 他还给阿信说了一个事情 九田佳克屋的小叶因肺炎离世了 夹带又不知去向 这样大家都心灰意冷 小叶是阿信从小到大的孩子 得知这个消息的阿信 决定向师父请假回九田探望 毕竟老夫人一家给了自己极大的恩惠 阿贵师父并没有说什么 直接给了阿信一笔钱 并给阿信修了五天假 他还给阿信送了几套衣服 毕竟回家一定要体面 这让阿信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感谢师父 五天后 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警察来到美发店 竟传来阿信被捕入狱的消息 警察来到美发店 要求阿贵师父去警察局交保阿信 原因是阿信在昨天参加了一场粮食暴动 得到消息的阿贵迅速前往警局 将阿信保释了出来 阿贵师父询问阿信 为什么会参加昨天的暴动 阿信将一切缘由都说了出来 就在几天前 请假回到九田的阿信 又回到了家和屋 老夫人看着阿信能回来甚是欣慰 他祈求阿信如果在东京遇见了家带 一定要让他回家看看 如果家带遇见什么难事 还请阿信能多帮忙他 毕竟他是家和屋唯一的孩子 看着老夫人这么大把年纪 还在操心孙女的事 阿信还是硬了下来 陪着老夫人过了几天后 阿信又坐上火车回到了东京 但刚一下车就遇见了粮食暴动 由于粮价暴涨 引起了众多民众的不满 参加暴动的民众多达70万人 他知道浩泰带领农民 参加过多次反抗运动 如果有人搞暴动 阿信相信 这一次他肯定也在 他想找到浩泰 当面询问家带的下落 他被人群挤到了一个广场 还没找到浩泰 却被警察拘留 事情的经过也就是这样 留着真相的阿贵师傅 也并未责怪阿信 从这之后 因为阿信经过橘子 同事们开始不停地 在阿信背后显眼碎晕 就连客人变少的原因 也归咎在阿信的身上 而阿贵师傅则表示 只是因为现在流行 西洋发型导致的 输入日本发誓的人 日渐变少 往后可以试着 从西洋发型着手学习 师傅维护阿信 让店里的一些人瞬间不满 阿信为了能学到 盘西洋发誓的手艺 他一个人偷偷伪装成顾客 跑到别人店里偷吃学艺 晚上就回店里不断练习 几天后 阿信突然被师傅安排了出去 这让阿信感到非常茫然 但他又不能拒绝师傅的吩咐 这可是他平生头一次 外出帮客人梳头 而且还是一个人 还好 阿信是个聪明的孩子 他跟客人梳头有自己的想法 他会根据客人的脸型 来设计适合客人的时尚发型 然此看见这新奇的发誓 对阿信的手艺赞不绝口 他逃出小费交给阿信 并指名以后都让阿信服务 阿信的这一举动 也使得燃子对他更加满意 阿贵师傅对于阿信的这一做法 感到高兴 外出学习是不应该收费的 只要力气得多了 手艺好了 到时候自然而然都会找你 阿信则在一旁虚心受教 这对于阿信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店里有个规定 只能做日本发饰 师傅想让阿信学好西洋发饰的手艺 尽管店里很忙 他都会把阿信派出去 阿信盘头发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 他会根据客人的脸型 做不同的发型 同时这也吸引了更多的客人 指定要他做头发 得知阿信会写字的燃子 将其拉到了房间 他想让阿信帮自己给一个名叫 田苍龙三的人写一封信 这让第一次帮人写情书的阿信 感到相当稀奇 燃子又拿出小费 这一次他势必要让阿信手下 第一次接触到外面世界的阿信 对一切都感到稀奇 他写着燃子爱着那个男人的名字时 他也会想 那个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能让燃子如此着迷 但阿信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会在遥远的将来 能和自己结为夫妻 此后的日子 阿信在外帮人梳头的工钱和小费 不管多少 他都一分不留地交给师傅 师傅看着如此耿直善良的阿信 欣慰不已 自从流行西洋发饰以来 现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有些人为了一些额外的缴费 都费尽了心思 而他却一分不剩地全交给师傅 阿贵师傅将里面的一半交给阿信 让他拿着 但阿信却拒绝了 他说自己还在美发店打工 这些钱他就不应该拿 我知道 阿信早晚是要努力的 钱我先给你存着 阿信每天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 他用他的手艺 很快便收获了一批忠实顾客 当时阿信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发店 为了快速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用一夜时间帮别人做好一件衣服 替顾客做完头发后 再带笔写信 只要能赚钱 他什么都做 今天这已经是第三个客人 给龙三写情书了 三个女人给同一个男人写信口白 这让阿信更加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奇 如果他同时玩弄三个女人的感情 那这个男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阿信早出晚归地替别人做头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获得了父亲所有人的好评 尤其是他打破惯例 做自由事发时 成功俯获了那些赶时髦年轻女性的欢喜 经过不断练习改进 阿信的手艺早已超过了店里的任何人 但这也遭到了店里人的嫉妒 只要阿信在店里 他们就会当着阿信的面对他冷嘲热讽 阿贵师傅知道阿信现在的难处 他也知道阿信的手艺早已到了出师的地步 所以他做了个决定 让阿信出去自立门户 来赚取他这么努力应得的费用 就这样 阿信在师父和朋友的帮助下顺利独立 为了庆祝阿信能独立自主的生活 他们决定给阿信准备所有的生活物品 阿信想到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每天 受人冷言冷语的地方 心里不由地豁然开朗 虽然碰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有朋友的帮忙 这样独立不久的阿信 多少得了些安慰 这天 然子又给阿信介绍了一处名叫银座的咖啡厅 而且还是龙三少爷介绍的活 那里是个高端场所 如果阿信可以在那里做头发 就可以拉到更多客人 赚更多的钱 夜晚 阿信就依照上面的地址找过来 还没进门 就碰见了店里的阿贺 他怕阿信抢自己生意 竟还让人把阿信修理了一顿 直到龙三少爷的出现 这件事才算了结 这时 一个女人准备将受伤的阿信扶起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谁也没想到的是 两人再次相遇 竟然是以这种方式 因为这次的相遇 也彻底改变了家带小姐的命运 阿信忍不住抱着家带痛哭流涕 家带将阿信带回了住所 细心地给阿信上药 随后 家带便说出了当年离开的真相 是他看见了浩泰给阿信写的信 并瞒着所有人跟浩泰离开的事实 他觉得是自己背叛了阿信 也抛弃了亲人 他向阿信道歉 任由阿信处置 但阿信并未责怪家带 他只希望小姐过得好 家带知道浩泰从未真心爱过自己 但他爱她 随后两人又聊起 自己来东京所发生的事 阿信说出了家带妹妹已经离世的消息 听见这个消息 让家带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中 阿信请求家带能回家看看老夫人 继承家和弥店 如果他跟浩泰过得幸福 他绝对不会提这件事 阿信不希望家带留在东京过这种日子 家带尽管伤心 但他还是愿意留在这里 等着浩泰回来 如果他走了 那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浩泰 听见这些话 阿信才知道家带对浩泰的爱是那么强烈 即便他心里还有浩泰的影子 但他的爱却不及家带一分 在这一瞬间他仿佛已经释怀 几天后 家带再次找到阿信 他还是决定回酒田一堂 在离开的这些天里 他想让阿信帮忙照顾房子 说不定浩泰还会回来 如果浩泰回来了 请势必要通知自己有关浩泰的消息 就在阿信送家带离开时 他们遇上了龙三 龙三将两人带到西餐厅为家带送行 高端的餐厅 西装革履 龙三喝红酒的优雅气质 让阿信觉得自己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这也算是阿信和龙三的第一次碰面 对于阿信来说 龙三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觉得经常出入各个酒吧的男人 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至少他是这么觉得 这天夜里 家带终于坐上了回酒田的火车 而阿信也因为有师傅的帮忙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他用心对待的每一个人 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人子一群人还为阿信送了礼物 全部都是阿信搬信家所需要的 就这样 阿信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生活 他住在一位年迈夫妇的楼上 酒吧的女招待 又为阿信拉了两个新顾客 新的生活也渐渐的变得充实起来 而且他还有时间做些别的 就是为酒吧的女招待们缝制些新衣服 但也就在这一天 突然有两个工人为阿信搬了一个梳妆台 说是田仓龙三少爷所送 阿信连忙回去 又让两人将梳妆台搬了回去 阿信不懂这个男人为什么要送自己东西 就在夜晚 刚刚替别人做完头发的阿信回到家中 龙三竟又把那个梳妆台搬了回来 阿信对于面前的男人笨无好感 并没有点好脸色 龙三觉得是上次叫他去银座帮别人梳头 才导致阿信受伤 所以这次他是来配不是的 龙三叔的这些话人阿信更加好奇 面前的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 但也就在这一个月后 家贺屋的老太太一并不起 家贷也因此 再也不能回到东京 他要完成老太太的遗愿与一个不爱的人重回 并继承家和米店 没办法再回东京的家贷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阿信 不过在举行婚礼之前 如果有浩泰的消息 他还是愿意不顾一切地回到东京 如果有浩泰的消息 还请阿信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他 如果在举行婚礼之前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那么他就彻底把他忘掉 对 就在阿信接到家贷电话的那天夜里 准备为家贷收拾房间的阿信 再次与浩泰重逢 两人四目相对千丝万里 阿信有千言万语脚对他说 但却又止住了 这是两人阔别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闲聊几句后 浩泰又说出了当年与家贷离开的事情 我在酒店下了车 一直在等 别想到 来的其实是家贷小姐 他告诉我说 你准备进去吗 其实阿信对这件事早已释怀了 他现在只希望浩泰能给家贷幸福 他要求浩泰赶紧回酒店找家贷 不然他就要与其他人成婚 但浩泰却认为 家贷在家乡继承家业才是对的决定 浩泰又告诉阿信 他与家贷之间只是朋友关系 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 只是这两年 家贷对他很是照顾 现在家贷米店只有他一个继承人 他不想再拖累家贷 他庆幸阿信当初没跟自己一起离开 他现在给不了任何人幸福 他又请求阿信一定要帮他隐瞒这个消息 就让家贷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 面对浩泰与家贷的请求 这让阿信信入了两难的境地 但他还是决定亲自回酒店一趟 阿信又回到了家贷米店 看着躺在床上的老太太说的一些话 心里突然很不识滋味 是啊 他们就只有家贷了 就如浩泰所说 或许家贷结婚和继承家贷米店 才是正确的决定 所以他还是决定替浩泰隐瞒消息 在家贷结婚的那天早上 阿信为家贷梳妆打扮 一时到最后 阿信还是没有对家贷说出任何有关浩泰的消息 他相信他这么做 对家贷还有家贷米店来说都是件好事 阿信替家贷选择了他的人生 意识到家贷结婚 阿信的心里都是沉重的 但他看着家贷穿上漂亮的新娘礼服 还有老夫人一家高兴的样子 不免心中又释怀了 或许这才是家贷最好的结局 在家贷的婚宴上 阿信偶遇了同乡的阿月姐 当他询问起自己母亲的消息时 这才得知自己每月寄给母亲的钱 全都被父亲拿走 听见这个消息的阿信气愤不已 他决定回家 势必要将母亲接到东京同住 母亲看着好不容易回一次家的女儿 并没有很高兴 为阿信意想不到的是 母亲竟要跟他断绝来往 父亲和哥哥看着阿信回来 那更是一大堆抱怨的话 他们埋怨命运的不公 埋怨阿信一个人都还没过好日子 忘记了家人 就连母亲和阿信说一句话 都会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 这一次他势必要带母亲离开 妈妈跟我一起去东京吧 妈妈今天就算要死 也要死在自己的故乡 为了让父亲不再打母亲 阿信想那么保证 最近每个月赚到的钱都会寄回家里 再次回到东京的阿信 受家贷所托 他准备把家贷房间里的东西全部清理掉 不料在这里 他又再次遇见了浩泰 浩泰因为带领工人罢工 维护工人的权益 被当成了资本主义者 在那个年代 只要破坏社会制度就该被抓 为了逃避追捕 浩泰也只能临时躲在这个地方 阿信担心浩泰安危 并要求浩泰在这里留宿一晚 但当阿信第二天为浩泰送饭时 浩泰却早已离开了这里 桌上还留有一封信和一支钢笔 还未等阿信看完 警察就闯了进来 警察觉得阿信是浩泰的同伙 便将阿信再次拘留 许久没见阿信的冉子 因为担心他的安危 便前往阿信的住所打探消息 这才得知警察带走了阿信 为了救出阿信 冉子来到了龙三经营的布点 请求他帮忙救出阿信 龙三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 成功向阿信保释了出来 阿信出来后 定发现龙三还在外面固执自己 你还好吧 今天真是委屈你了 不仅如此 他知道阿信一天喂食东西 还请阿信吃了火锅 龙三坐着对面侃侃而谈的样子 又让他开始重新神事 面前的这个男人 尽管阿信在警察局受了一天的气 但此刻看着龙三的笑容 心里似乎又好受了许多 但也正因为阿信经过橘子 房东太太派阿信 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便将他赶了出去 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阿信 不得不再次找房 往回家的龙三 被管家袁伯教育了一番 他担心少爷被封城女子迷上 并再三叮嘱他的注意身份 同时他又提出了夫人和他相亲一事 其实龙三早已爱上了阿信 他拒绝了相亲 并发誓自己的老婆一定要自己找 阿信为了答谢龙三帮助自己 便给他送了一瓶红酒 正当离开时 龙三叫住了阿信 得知阿信没了住处 龙三想帮帮阿信 他建议阿信既然没有住处 还不如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米发店 他来帮阿信筹钱 阿信从来都是自给自足的性格 他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便直接拒绝了龙三 阿信从来都没有仔细想过 龙三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好 甚至有时他还会嫌弃龙三 为什么这么烦 现在的他只想努力赚钱寄回老家 其他的他也不愿意多想 也没时间多想 龙三为了追求阿信 想尽了一切办法 这天龙三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婚姻 亲自来到了东京 他希望儿子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 所以他给儿子物色了一个好的相亲对象 但龙三早已心有所属 看着母亲有要梳头发的需求 龙三灵气一动 决心把阿信介绍给母亲 阿信给太太梳完头发后 龙三母亲对阿信的手艺赞不拒口 带阿信走后 龙三母亲又开始不断地夸奖阿信 他说阿信这个姑娘不经礼貌 人还心细 听见母亲这话 让龙三瞬间高兴 但得知儿子喜欢的是一个梳头女 母亲瞬间脸色大变 他不允许自己儿子 跟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孩在一起 毕竟他们家是名门望重 但龙三却心意已决 除了阿信 他谁都不去 龙三母亲为了阻止两人往来 决定亲自解决这件事 他派袁伯去往阿信的住所 专门了解此事 进屋后 袁伯掏出两百块钱递给阿信 他让阿信离开自家少爷 突然给钱 又突然说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让阿信瞬间摸不着头脑 他本就跟龙三没有什么往来 又和赖离开一说 见袁伯一直不肯罢休 阿信活了 这件事情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就算你要我跟他在一起 我还得好好考虑 阿信小姐 回去回去 店里 龙三就得知了袁伯今天所做的事情 他为此感到羞愧不已 为了给阿信道歉 他将阿信约了出来 随后他又向阿信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感情 他喜欢阿信的独立与智慧 随后 他又请求阿信嫁给自己 并发誓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他 但阿信却直接拒绝了龙三 他现在只想一个人 阿信知道他们身份悬殊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回到家的阿信又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不用多想 又是来要钱的 为了哥哥能娶到老婆 父亲让阿信多寄些钱回家 重新整修一下房子 看见父亲的来信 让阿信非常无奈 心中有说不出的口门 虽然工作对于阿信来说 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以父亲要钱的态度来看 以后他真不知道自己 到底要为这个家赚多少钱在口 就算自己想结婚 以自己现在的状况来看 也是不可能的事 从阿信拒绝了龙三的求婚之后 在他的心里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他忽略了龙三要取他的决心 因为父亲不断跟自己要钱 而且越要越多 这也对阿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于是他只能不断地 寻找更多的客人 拼命地赚钱 昨天晚上 他都牺牲了自己的睡眠 替别人做衣服 吃的 穿的 他能省就省 只要稍微存到一点钱 他就立刻寄回家里 龙三每天都会在阿信的 毕竟出路等着他 他只为能跟阿信多说几句话 但是阿信根本无暇顾及 他只想赚更多的钱 但也就在这一天 阿信在伟然子 他们做头发的时候 最终还是支撑不住 倒在了地上